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要拍一條化妝聊天影片 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一起化妝聊天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第一個步驟是遮蓋我的黑眼圈 這款Tarte遮瑕膏 很快就要拍開 否則會乾得超快 但它設好之後又不是很乾的 它純粹是很快就自己設好了 底妝方面會用我10月最愛提過的這個組合 乾原度的Apple Foundation 和Shuomura Unlimited 話說我最近生了31歲 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20歲和30歲思想上的不同 會想在友情、家人和結婚 應該大家都很想聽的一些思維上 其實都很不一樣的 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粉底混合後的顏色 是超級無敵 適合我自己的 一樣是點開它 就用Cushion Pot 拍開它 你會看到遮瑕度 超好 整塊臉都調整了 但不會說很厚粉 是一個很無瑕很漂亮的妝效 首先我們說一下友情的部分 其實我是一個認識很多人的人 因為我打過幾份工作 都是有超級多同事 都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久而久之有很多很多你認識 但不是深交 不是很熟的朋友 俗稱為hi by friend 其實這個粉底組合遮瑕度 上了一層 已經遮瑕了我有九成的夏天 現在純粹想再修飾一下眼袋位 你說我會不會後悔以前經常 不會多一些深交的朋友 我又絕對不會 我覺得小時候 就算你hi by friend 你只要用心去認識這些朋友 對他們好 你將來長大的時候 可能不是經常會見 但你有事的時候 無論對方有事 或者自己有事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這些朋友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友情其實在生命裡 擔當著一個很好的角色 做人真的一定要有義氣 或者你不可以有很多 很自私的心態 其實認識你的朋友 是絕對看得到的 所以我不會後悔以前 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純粹是hi by friend 或者不深交 但是其實 最後因為你用心 去對別人好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然後眼底上上了那麼多遮瑕膏 我們先設定一個碎粉 我仍然是用suku 然後就輪到滑眉 一樣都是用我pure的眉粉 可能因為我調眉的眉型 本身應該收得很好 不需要用眉包去保護它 所以需要用眉粉紙 不過要填好眉的顏色 我就已經覺得很足夠 然後就到眉 gel 也是用having rotation 這一款 然後就到鼻影了 我們繼續說 鼻影也是用16 brand的鼻影神器 然後我又覺得30歲 我真的著重在家裡多很多 可能我做地勤的時候 是早出晚歸的 除了上班之外 我經常出去玩 其實就會覺得 一個月可能才回家吃飯 一至兩次 那時候覺得沒什麼的 但是人越大 還有那時候我也有一年 帶家人去旅行一次 你一邊看照片 你會發現 其實短短五年 原來爸爸媽媽老得很快 就會覺得 真的要好好珍惜和家人的相處 對了 我們繼續花了 用一個眼影打底 這個我在日本買的 超喜歡用 真的 畫出來的時候 你看 超美 但是你塗在眼上做打底 就不會太閃 但是可以做到一個很美的效果 而且美得之後 你照片的眼影 都會很美 對了 我們繼續回話題 所以我覺得 家人真的一個 你會過一天 就會少一天和他們相處的日子 因為你不知道 究竟 什麼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 不在 雙中腰座 我就用Colorpop的Whatever 和大家 化一個眼妝 首先用這個 蝦肉色的打底 其實這盒眼影 是比較深色的 你看塗一層 那個朦朧感很重 而且很有效果 然後我會用Ditching You的顏色 它是偏古董橙色的 畫在雙眼皮的位置 我會由中間向前後去畫 我不是很喜歡畫到一些很有界線的眼妝 我比較喜歡那些全部都很均勻 很模糊 那些眼妝 那些眼線更加要輕手 大家近不近 看到我的汗嗎 好厲害 先抹一抹汗 很厲害的 抹完汗之後 粉底是完全不會掉的 然後用一個小一點的掃 我們再用TTYN 沒有發音的讀不到 的顏色就畫在眼尾的位置 整個眼妝都會很珠光 很Metellic 很漂亮 然後我們拿回開始的黑油色Copycat 我們把剛才的眼影全部掃勻一次 然後我們就畫眼線 我們拉一拉長一點的眼線 因為眼妝的顏色色彩比較濃烈 就不需要畫到很淡的眼線 然後我們就拿這個深啡色 還有點點紫色 然後就blend開眼線 這個動作基本上我每一次化妝都會做 然後我們拿一個Pencil Blush 就會拿這個Not OK的顏色 是一個很漂亮的古董色 用來畫整個下面眼線的位置 你這樣看眼妝已經很秋天 好 然後就到我們的手指出場了 就拿我之前一直說的 這個Cream狀的眼影 就叫做Tardy 是很細滑的 而且很閃 好像highlighter一樣 你就在眼上眼皮 由中間開始 向前後推 向前後推 是不是整個眼的眼妝 就變得不太濃了 好了 接著就到塗膜 我是用DEEP的這一支 我之前在日本買的 Volum Extension Mascara 又不會說很好 又不會說很差 因為它是比較多纖維 所以都做到一些根根分明的效果 而且不會說很浪密 對 到大家應該還有興趣 我都31歲 結婚這件事 我是怎樣看的呢 哪有一個女生 在小時候 不會幻想自己 將來結婚 穿婚紗 婚禮 這些 這些 光景 其實我想 每個女生都會想 但是我自己最想結婚的年紀 是我當年24至26歲的時候 即是身邊的朋友 又開始結婚 組織家庭 搬出去住 我就會自己都 究竟什麼時候才到自己呢 但是呢 即是日復日年復年 最後 也沒有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兼且 我是一直看著結婚的朋友 離婚的離婚 然後為了生活 很辛苦 很努力 他們有他們的幸福 但是 想一下自己身上 我又不算 很期待過這一種的生活 即是我現在去過這麼多次婚禮 去過這麼多次喝 已經對婚禮是完全 完全沒有幻想的了 即是這一場很辛苦 又要早上5-6點起床 開始去出門 搞那些傳統的事情 然後下午又要去拍照 到晚上又要招呼親朋戚友 到11-12點才散場 可能1-2點才睡 我覺得我現在的體力 可以處理不了這件事 所以我就沒有了這種幻想 也沒有這個心神 去搞這麼大的活動 千萬不要為了 我很想結婚 而去結婚 因為我實在看過太多例子 是最短的婚姻 我認識是3個月 我真的想不明白 可能你拍拖了幾年 為什麼結婚結了幾個月 就要離婚呢 自己覺得最可惜 是一些生了小朋友之後 要離婚的朋友 我看到這些的時候 我就有那種結婚恐懼症 然後我就帶了 泰國買回來的胭脂盤 用哪種色號呢 我們今天的眼妝 用一個楓葉橙色的胭脂 試試 先用氣墊拍開它 超想吃 很緊張的 其實我沒有用過 接下來我們就用HIGHLIGHTER 我也是用BENEFIT的 這個浮宫HIGHLIGHTER 這條片目很長 我好像說了很多話 我不想剪 我一想起那些片目很長 我就不想剪片 其實我不介意剪那條片 我很介意打字幕 我真的超討厭打字幕 打字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如果有人幫我打字幕 其實一個星期可以出3、4條片 我覺得 是打字幕用了我最多最多的時間 好 最後了 最後了 唇膏的部分 我就是最近收到SUMURA的PICASU系列 它這個是迷你唇膏套裝 裡面一套就有5G 看看是很低色 它是這麼小的 然後這個顏色是BG954 可以了 頭髮濕了 好像洗完頭一樣 不行 我要去弄一下頭 然後回來 跟你們做個結尾 好了 我很久沒試過捲亂頭髮 現在頭髮應該開始夠長 可以慢慢再練習 怎樣捲髮 太久沒捲過頭了 對了 今天就很開心和大家一起提化妝面上面的妝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化妝聊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拍完之後很心虛 我怕大家可能對我說話有點誤解 即是 結婚的部分特別是 對 我很怕大家可能覺得 ODC 究竟沒有來過男朋友 想不想結婚 當然我們是有共識的 即是我覺得 她仍未是一個很想去next step的人 我覺得 有一陣子 你作為一個女生 即是 如果你整天給對方壓力 可能她沒有這個打算 或者她在計劃中 或者她在想著的時候 你不斷推她 其實大家的壓力 都不是很開心的事 還有另一件事 其實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看過太多例子 都是拍了很多年拖 接著一結婚 不久就分開了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是這麼短 可能因為我處女在外關係 先賴一下 我真的很希望 我想每個女生都希望 自己結婚之後 是不會離婚的 不要說女生 只有男生 應該就是這樣想 但是 這件事我自己真的很害怕 所以 在我沒有信心 自己會不會離婚之前 我都 沒有去過很想 很想結婚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心裡的恐懼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隻新片 同時是六屆周三 同時是日屆周三 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